主席各位 處理的習慣 大家好 我想這個金融機構合併法 本席啊今天有提案 那這個事實上是從大概 上個會期啊 大概從 這個 國家方向要開始推 所謂的亞洲盃 打亞洲盃開始 希望能如何能強化這些 軍控公司啊他本身的 這個整個實力 特別喔在併購過程當中 如果有 比較好的誘因啊可以擴大 它的規模我們都可以分析 比較看一看的就台灣 我們本地跟香港 跟大陸所有的ROE 所以資產禁止比 股東權益比等等 報酬各方面啊可以說是 差別相當大 如果說 在稅收啊 稅損的情況不是很大的影響 之下可以擴大 它的體質增加它的規模 我想我們樂觀其成 那因為所有金融的 從業人員相當相當多 我們大概算一算應該有 三四十萬人以上應該有 那 我們常常講說要加薪加薪啊 要加薪很好 如果能加強本身的 競爭能力啊 那可以讓國內的這個金融事業機構 擴大它的規模 甚至可以到海外去 打海外的市場 我看到我們去年的所有的 總體銀行的獲益雖然是 三千四百億左右 這個銀行的部分 但是有很多的百分比啊 我們看很多的像富邦啊 等等喔 這個它的業績是 國內大概是數一數二比較好的 很多都是因為海外的這個子公司啊 獲益能力很強 來充實母公司的能力啊 所以我們希望說加強 台灣本土 金融的這個經營實力 那希望今天的這個 金融機構合併法的這個修正草案 可以大家充分的討論之下 如果覺得可行 覺得可以增加競爭力 對本土 我們未來的這個長期性 這些企業發展是正面的 也請大家多多支持 謝謝